同学们大家好 那么这一节课我们来学习计算机存储器的高速缓存 那么在学习之前我们先来回顾一下 在之前我们学习的存储器的层次结构里面 高速缓存它是位于缓存储存的层次的 那么高速缓存它是位于CPU和储存中间 高速缓存的目的是为了解决CPU与储存速度不匹配的问题的 好的回顾了这么一个基础之后 我们来了解这节课的主要内容 那么这节课的主要内容是这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高速缓存的工作原理 第二个部分是高速缓存的替换策略 首先来看第一个部分的内容 第一个部分高速缓存的工作原理 那么为了了解高速缓存的工作原理 我们首先需要对主存的一些概念进行一个了解 在这里面就包括了字的概念 以及字块的概念 那么什么是字 什么是字块呢 首先字它是指存放在一个组组单元当中 二进字代码的组合 那么一个字它可以表示一个数据 可以表示一个指令 或者说表示一个字幅串 字呢它是内存当中存储单元的最小的单位 那么什么是字块呢 字块就是连续的字一组字 字块它是存储在连续的存储单元中 被看作是一个单元的一组字 也就是说字块它包含了多个字 那么这个呢就是字和字块的概念 我们接下来通过一个图示来理解 首先这里面我们假设这个是组存 那么它可以表示二的n次方这么多个字 那么一个字呢 就可以理解为是组存的一个存储单元 那么这一个我们就可以理解为是一个字 那么什么是字块呢 字块就是一组连续的字 那么这个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理解为是字块 字块它包含多个字 并且它们的存储是连续的 那么这一个呢 就是字和字块的一个图示的概念 在这里面我们假设一个字有32位 也就是32个比特 那么假设一个字块呢 共有B个字 组存中一共有M个字块 那么对于组存来说 B乘以M就是组存的总字数 B乘以M乘以32呢 就是组存的总容量 当然了 这里面的这个容量呢 它的单位是比特位的 那么这个呢 就是组存关于字和字块的一些简单的运算 这里面有两个运算 那么有了字块和字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理解寻指的过程了 那么对于字的寻指呢 它字的地址就可以包括两个部分 分别有这个字块的部分 用来指示当前的需要寻找的字 是属于哪个字块的 以及字的部分 用来寻找字块里面 哪一个字是这个地址所指定的字的 那么字的地址呢 就包含两个部分 我们假设前M位呢 指定这个字块的地址 也就是说指定是哪一个字块的 后B位指定这个字 在字块中的地址 那么字的地址呢 就可以这样子表示 分为两个部分 前M位以及后B位 那么有了这个字的地址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进行一些运算了 在这里面 我们还是假设这个 一个字有算是二位 一个字块呢 一共有B个字 组成中 一个有M个字块 那么对于这个字的地址呢 就有这样子的运算 首先呢 二的M字方 等于这个大写M 因为M位呢 是用来指定这个字块的地址的 所以二的M字方 就等于这个M 第二个运算是这个 二的B字方呢 等于这个B 因为后的B位呢 是用来指示 这个字块里面的字的地址的 所以在这里面 二的B字方等于B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假设 组存的用户空间容量为四个G 字块的大小为四兆 字缠呢 为32位 那么对于字地址中的 快地址M 以及快地地址B的位数 至少应该是多少呢 在这里面容量为四G 就等于4096兆 接着我们就可以求出 字块的数量 因为字块大小为四兆 那么我们可以用这个 4096除以4 这等于1024 所以在这里面 就有1024个字块数 接着我们就可以对这个1024 求对数了 字块地址M等于log2的1024 等于10 所以说在地址里面 至少需要10位来表示1024个字块 好的 那么这样子呢 我们就把这个M至少的位数 求出来了 我们接下来 我们接下来再来求这个B的位数 那么对于这个B的位数呢 我们可以求出字的总数 4兆除以32bit等于1048576 也就是说 每一个字块里面 有1048576个字 接着我们就可以求出这个快递地址了 log2的1048576等于20 所以在这里面 我们至少需要20位的快递地址 来表示快递所有的字 因此呢 就得到结论 M呢 要大于等于10 这个B呢 要大于等于20 那么这个呢 就是组存 它存取数据的一个方法 那么了解了组存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学习高速缓存了 那么对于高速缓存呢 它其实内部的存储结构 与这个组存 非常类似 也是有字块和字的概念 但是在这里面 组存的容量呢 是远大于这个缓存的容量的 也就是说组存里面的字块数 是远大于这个缓存里面的字块数的 同时呢 这个缓存 它里面存储的数据 其实是组存的一个复制 也就是说 在这里面缓存的每一个数据 都是来自于组存的 在这里面 我们知道 这个组存和缓存的 存储的逻辑结构非常类似 同时呢 这个缓存的容量较小 还有呢 就是缓存的速度更快 那么对于缓存呢 也有类似刚才的运算 这里面有这个字呢 有32位 字块呢 一共有B个字 缓存里面 一共有C个字块 那么对于这个地址 就有2的小C出发呢 等于大C 2的小B出发呢 等于这个大B 那么这个缓存 是怎么样在缓存 组存的这个层次里面工作的呢 其实对于高速缓存来说 CPU所需要它 有两种情况 那么第一种情况就是 CPU所需要的数据 在这个缓存里面 那么如果在缓存里面的话 CPU呢 就可以直接的快速的 从高速缓存里面拿到这个数据 第二种情况就是 CPU所需要的数据 不在缓存里面 那么不在的时候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就需要CPU 从组存里面去拿这个数据 在前面我们也介绍了 那么高速缓存呢 它的速度是比这个组存要快许多的 那么如果CPU需要的数据 需要从组存里面去拿的话 那无疑是大大见低的CPU的效率 所以呢 我们就需要CPU尽可能的 从高速缓存去取数据 而不是从组存里面去取数据 因此呢 我们就需要一个量化的指标 来量化这个CPU 从高速缓存 取数据成功的几率 那么这个指标呢 就是命中率 缓存命中率这个指标 那么这个缓存命中率呢 就是衡量缓存的重要的性能指标 理论上 当CPU每一次运算的时候 都能从高速缓存里面去取数据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 命中率就等于1 但是呢 这只是理论上的 因为这个高速缓存 它的容量不及这个组存 所以说这个命中率 永远都不可能为1 那么这个命中率怎么运算呢 在这里面我们假设 这个访问组存的次数 有Nm次 访问高速缓存的次数呢 有Nc次 那么这个命中率 就怎么运算的呢 命中率就等于这个Nc 除以这个Nc加上Nm 那么这个呢 就是命中率的运算公式 这个公式 它的意义就是 访问高速缓存的次数 占总次数的比例 就是这个命中率的定义 除了命中率以外呢 还有一个指标 也可以衡量这个缓存的性能指标 那么这一个呢 就是这个访问效率 我们把它定义为E 那么访问效率怎么运算呢 我们假设这个访问组存的时间 为Tm 访问缓存的时间呢 假设为Tc 那么访问Catch 组存这一个层次的系统的平均时间 就等于 命中率 乘以Tc 加上E 减去这个命中率 乘以Tm 那么这个呢 就是访问整一个存储系统的平均时间 那么对于访问效率 它怎么运算的呢 访问效率E呢 就等于这个Tc 除以这个Ta 等于这个Tc 除以命中率 乘以Tc 加上E 减去 乘以这个Tm 那么这个就是访问效率的定义 这个指标呢 它也能够衡量高速缓存的性能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这里面假设CPU 在执行某一段程序的时候 一共访问了高速缓存2000次 访问组存50次 那么在这里面 假设这个高速缓存的时间 为50纳秒 组存的存取时间呢 为200纳秒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求这个Tc 组存系统的命中率 访问效率 以及平均访问时间 我们先来求这个命中率 那么命中率的公式呢 等于这个Nc 除以这个Nc 加上Nm 那么Nc呢 等于2000 那么Nc加Nm呢 等于2000 加上50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就求得这个命中率 等于0.97 好的 求得这个命中率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求访问效率了 那么对于访问效率 E呢 等于Tc 除以Ta 等于这里面的这个公式 我们把上面的数据 带入进来 这等于50 除以0.97 乘以50 这个0.97呢 就是我们上页PBT 求得的这个命中率 加上 这个1 减去0.97 乘以200 等于0.917 等于91.7 那么这个呢 就是访问效率 同学们下来呢 也可以自己手算一下 来理解这个公式 接着我们再来求 这个平均访问时间 那么这个平均访问时间呢 指的就是CPU 在执行这段程序的时候 它访问这个存储系统的 平均访问时间 那么平均访问时间呢 我们在前面 其实已经求出来了 等于这个Ta Ta等于0.97 乘以50 加上1减去0.97 乘以200 等于54.5纳秒 也就是说 CPU在执行 这段程序的时候 它访问 存储系统的 平均访问时间是 54.5纳秒 好的 那么关于这个 高速缓存的工作原理 我们就学习了 两个重要的指标 分别是这个命中率 以及这个访问效率 那么我们为了 让这个CPU 运行的效率更高 我们就希望这个 命中率越高越好 也就是说 让CPU每一次 需要反映数据的时候 都能够从高速缓存里面 取到这个数据 而不是从主存里面 取到这个数据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需要一个 良好的缓存替换策略 使得缓存里面的数据 都是CPU所需要的数据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就需要学习 这节课的第二个部分的内容了 第二个部分的内容 高速缓存的替换策略 那么这个高速缓存 它什么时候会发生 这个替换呢 那么高速缓存的替换时机 就发生在 当这个层次结构里面 CPU所需要的数据 不在这个高速缓存里面的时候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需要从主存里面 载入所需要的数据 那么这个时候 就需要从主存里面 把数据给取出来 然后呢 替换到这个高速缓存里面去 那么这个就是高速缓存 所替换的时机 那么了解了这个替换的时机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将学习的替换的策略 在这里面将会介绍四种策略 那么第一种策略呢 是这个随机算法 第二种策略 是这个先进先出算法 也就是FIFO算法 第三个呢 就是最不经常使用算法 LFU 第四个呢 就是最近最少使用算法 LRU 那么对于随机算法 它比较简单了 也就是说 每一次需要发生替换的时候呢 随机选取一个高速缓存里面的位置 然后把相关的内容给替换掉 那么这个就是随机算法 非常简单 所有在这里面不再展开了 我们重点是来看 后面的三个算法 FIFO算法 LFU算法 以及LRU算法 我们先来看第一种算法 第一种算法 先进先出算法 FIFO算法 那么这个算法呢 把这个高速缓存 看作是一个先进先出的对列 那么如果需要发生替换的时候呢 将会优先替换掉 最先进入对列里面的字块 在这里面我们举一个例子 我们假设这个缓存 它一共可以缓存八个字块 那么CPU在某一个时机 触发了这个替换的行为 需要把第九个字块替换进来 那么这个时候 这个九的字块就拥不下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因为缓存里面充满了数据 所以说就需要淘汰某一个位置 来让第九个字块替换进来 那么这个时候 按照这个先进先出算法的话 我们只会淘汰第一个字块 把第九个字块加进来 那么这个呢 就是先进先出算法 非常简单 接下来来了解第二个算法 第二个算法 最不经常使用算法LFU 那么这个算法呢 当需要发生替换淘汰的时候 将会优先淘汰掉 最不经常使用的字块 那么为了记录哪一个字块 它是最不经常使用的 因此呢 我们需要一个额外的空间 去记录每一个字块的使用频率 举一个例子 假设这个缓存里面呢 有八个字块 那么这个时候 访问了第二个字块 那么访问了第二个字块呢 我们就把第二个字块的频率加一 用来记录第二个字块的使用频率 假设在某一个时刻 又访问了第六个字块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把这个第六个字块也加一 那么这个就是使用额外的空间 来记录字块的使用频率 那么假设在某一个时刻 触发了这个替换的行为 在这里面需要把第九个字块给替换进来 那么这个时候 将会淘汰哪一个字块呢 在这里面 我们把每一个频率都取出来看一下 那么发现第四个字块呢 它的频率是最低的 只有1 那么这个时候呢 根据这个LFU算法呢 就会把第四的这个字块给替换掉 然后把第九个字块给替换进来 那么这个呢 就是最不经常使用算法LFU 接下来再来看下一种算法 下一种算法呢 是这个最近最少使用算法LRU 那么这个算法呢 当需要反正淘汰的时候 优先淘汰掉一段时间内 没有使用的字块 那么这个LRU算法呢 它有多种实现方法 一般呢 都是使用这个双线链表 来实现这个算法 当我们使用这个双线链表 来实现这个算法的时候 我们把当前所访问的节点 访问的字块 给放到链表的最前面 保证呢 链表的头部的节点 是最近使用的 那么当需要淘汰的时候呢 就把链表的尾部节点 淘汰掉就可以了 接下来 我们依然通过一个例子 来了解这个LRU 它是怎么样工作的 那这个例子里面 我们假设缓存里面呢 有四个字块 那么括号的表示 正在使用的字块 中括呢 表示需要淘汰的字块 那么首先 如果CPU需要使用第一个字块 那么这个时候呢 把这个第一个字块 缓存到CPU里面 那么这个时候 没有发生这个淘汰的操作 接着CPU需要使用第二个字块 那么需要使用的时候呢 把这个第二这个字块 放到这个序列的最前面 表示第二个字块 它是最近使用的 接着使用第四个字块 那么这个时候呢 还没有满这个缓存的容量 所以这个时候也没有发生 那个淘汰的操作 但是在这里面 我们依然的需要把第四的 这个字块 放到这个序列的最前面 接着使用第七的这个字块 接着使用第五的这个字块 那么使用第五这个字块的时候呢 因为容量已经满了 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淘汰掉字块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把这个序列的尾部的这个一这个字块 给淘汰掉 接着我们使用第四的这个字块 那么使用这个第四这个字块的时候呢 我们把这个第四的这个字块 提到这个序列的最前面 表示它是最近使用的 接着使用第六的这个字块 那么这个时候呢 又要发生这个淘汰了 因为序列的尾部表示的是最近最少使用的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把第二的这个字块 给淘汰掉 接着使用第一的这个字块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把这个第七的这个字块给淘汰掉 同时把第一的这个字块 放到序列的最前面 表示它是最近使用的 还有我们接下来使用第六的这个字块 没有发生淘汰操作 因为它在缓球里面 我们只需要把这个第六的这个字块 放到序列的最前面就可以了 同样的 使用第七的这个字块 接着是使用第四的这个字块 接着呢 是使用这个一这个字块 那么这两个都是没有发生这个字换的 那么这个呢 就是最近最少使用算法 LRU算法 最后我们来总结这节课的主要内容 主要有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这个高速缓存的工作原理 那么在这里面呢 我们重点提到了两个概念 分别是这个命中率的概念 以及访问效率的概念 接着在第二个部分 高速缓存的替换策略 那么对于这个替换策略的算法呢 其实在面试也经常会问到 那么在后面呢 在这个部分的实践课程里面呢 我们也会手把手教学 来实现这里面的替换策略 希望在后面实践的部分内容里面 能够真正的帮助大家理解和实现 这里面的替换策略 好的 那么这节课的内容呢 就到这里了 对了 ì 感谢观看